躲就一個字,我只說一次 BOSS打不過,開發者飛鍋 大家好,我是佛系大樹 又到了分享如何輕鬆打BOSS的時刻 今天的主角是洪海二和夜叉王 喜歡我的視頻請訂閱、分享、點讚,謝謝了 洪海二打了幾次,發現近戰跟他逼手術 對於我在老大爺級別的操作總是落敗 但是呢,我發現只要離他很遠 他就會一直傻站著 所以這是一個好機會,我還是可以用老方法 隱身流三段重棍 這招屢試不爽,果然輕鬆過冠 就像一戰爭一樣 出力尼斯雲 到尺寸,在尺寸中 尺寸中 爹嚇到尺寸,還是太差了 这时候可以用变身抵挡伤害 因为我实在找不到节奏怎么躲 毕竟大叔的手术卖 再说一下我是如何加点的 首先是把修行丁击极端修行 把线贯通点满 这个可以增加60点法力上限 经过携带的是白木真人 他可以增加15点的法力上限 药品可以带桃圆膏 可以增加60点法力上限 这样你就可以多使用两次隐身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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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支架 好 好 好 打红海矮没觉得怎么难 接下来是夜叉王 打夜叉王的时候基本还是同样套路 开局你可以激跑蓄力 他们不会躲开的 第一次就可以打他个裂线 可以上去打一套 他的大招可以用定风单抵挡 让他无法放出 能躲的技能就躲 躲不了就开引申 夜叉王跟红海矮一样 只要离他很远 他就下站着 不同的是他会用飞刀 不过肥刀很容易通过机跑躲掉 并且你可以边跑边蓄力 然后到他跟前给他一击 夜叉王 夜叉王还有一个远距离大招 这个你要提前向远处跑去躲开 或者刮到就是死 刮到就是死 死骨子终何寵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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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打空了 否则就结束了 想挡我的路 我知天高 低后 死骨子终何寵台 谢谢观看 »